廠商寄了兩支是粉末狀的口紅 是這個品牌 Hatchin So 品牌的口紅給小比 戴上他說是粉末狀的 然後我也覺得很神奇 怎麼會有粉末狀的口紅 那擦起來不就是一塊一塊的嗎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說他擦起來的感覺 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這邊有兩個顏色 兩個色號 然後一個是偏橘一點的是 6號 對應該是6號 然後一個 一個是偏比較那種酒紅色的 紫紅色的那種感覺 大概像我指甲的這種感覺的 是2號 一個是6號一個是2號 那我們現在就來擦看看 然後因為他說是粉末狀的 我也覺得非常的酷 有沒有看到 真的是粉末狀欸 有沒有看到 筆觸這邊真是粉末狀 那我們 拿一張面紙 來看看 有沒有看到 真的是粉末 有沒有看到 真的是粉末狀 很特別 那 我們來看看他上色是怎麼樣 然後 然後 小屏幕前的唇色是這樣 然後我們先來上這個 這個 6號的顏色好了 你看 很特別的 粉末狀的口紅 嗯 好神奇喔 他塗在嘴唇上面 就很像水一樣的化開來 有沒有看到 然後也是現在 最流行的霧感口紅 但不會就是因為現在流行霧感口紅 繼續擦上面 很特別欸 竟然是粉 粉也可以當口紅 而且 很好擦 擦上去的感覺 就很像是 瞬間有 水水的感覺 在嘴唇上 而且非常好擦 也沒有 覺得特別的會 因為是粉狀 然後也不會讓你覺得說 很像會很不均勻 就這樣擦完了 除了當口紅之外 他還可以當腮紅 我們就來試看看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然後 應該 輕輕的點在臉上就好吧 試看看好了 因為顏色蠻紅的 嗯 真的欸 還可以當腮紅 然後 還 蠻好推的 只要一個 輕輕一點 看看二號的顏色吧 是不是每一支 其實都是一樣 這麼好上色的 一樣的超好推開 有沒有看到 一樣的超好推開 有沒有看到 我好適合去野壞女人 你看這顏色跟我的指甲顏色是不是很搭 就是那種 暗紅色 九紅色的那種顏色 來測試看看他 會不會 很容易掉色 據說是非常不容易掉色的 請注意一張面紙 然後這顏色這麼深 那 那 照理說 如果會掉色的話 他在白色面紙上 應該會非常明顯 那我們來試看看 沒有欸 有沒有看到 很不容易掉色 有沒有看到 很不容易掉色 然後就是現在這種霧感的口紅 真的是非常的行 記得喔 這個顏色是二號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囉 最重要的 它一樣也是可以當腮紅 如果你想要畫一些特殊妝的時候 也可以拿這個暗紅色來當腮紅喔 好 這麼不容易掉色 我們也來試看看說 那他會不會很不好卸 單講我們拿出了卸妝水 也太好卸了吧 畫個幾下就掉了 先乾淨了 先乾淨了